韩国女星宋慧桥 刘嘉玲跟贤妃娘娘奢侈曼 这天就一起出席 护肤品牌展览的揭幕仪式 穿上粉红色短裙 大秀美腿的乔妹 一现身就引起 现场粉丝轰动 至于一身金光闪闪 到场的嘉玲姐 日前就有传闻 只聚集如意传 最近想找梁朝伟担任男主角 但因为嘉玲姐吃醋 不愿老公跟中讯同胎 才让韦仔放弃这个角色 我首先我想我要多谢大家 对韦仔的口爱 这么多女生喜欢她 还有我觉得我有这个 我有这个决定权 选择权 但我不会用的 因为我很尊重她在工作上的 自己的一个决定 因为她这么多年来 她都选得很准确的 所以我觉得我只要在她身边 支持她就得了 而贤辈娘娘 奢士曼 就自爆 当初只用了两天 就看完了整部 《延西攻略》的剧本了 那个时候因为我在拍一部电影 所以中间只有两天时间 让我去看一下那个剧本 但是我就花了两天 就看完七十集 就证明那个剧是非常有最看性的 所以我本人那个时候 就很喜欢那个剧本 我觉得贤飞在戏里面是 一个起伏最大的一个角色 也是我觉得是挺适合我演的 因为我没试过演那么黑话的人 我觉得挺有挑战性的 看来阿十二演得也非常成功啊 就连回到香港都圈了不少粉呢 因为好像昨天晚上我坐飞机回香港 然后送餐的那个宫中小姐 就放了一张名片在那个桌子上 然后说贤飞娘娘 你用完餐以后 可不可以跟我们后宫的小宫女拍照 这样 就我觉得她们非常可爱 不过阿十在剧中 就要同时用广东话跟国语来读对白 真是难为了贤飞娘娘啦 所以我每一次说对白的时候 就有思考那个过程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不是很直接 所以我就用广东话 那我又怕他们听不懂 我又怕他们接不上 所以我最后就说最后的一句 我就说普通话 让他们知道 她说完了 是这样